5月20日,张继忠被起诉财产纠纷,又是跟前妻有关,说张继忠欠了78万多的债务至今未偿还,还有一笔未偿还的500万元的借款。 5月21日一大早,张继忠发长文回应此事,称这些事不实报道,并呼吁网友不信谣不传谣。 对此,张继忠还晒了2016年与樊心曼的离婚协议全文,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,这也是张继忠承认和樊心曼有个儿子。 离婚后,儿子由樊心曼抚养,孩子的学费由张继忠承担。 关于房产,分得也很清楚,二人一方一套豪宅。 关于现金,张继忠给樊心曼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000万元。 在离婚协议中还有,双方都不得干扰或者是骚扰对方的生活。 张继忠和樊心曼在2016年12月3日正式签署离婚手续,2017年3月5日,杜兴林晒出他们结婚登记照。